听我说一条脊椎七处原始点 就能解决前身的所有症状吗 会不会有怀疑 会的才是正常 怎么可能这么简单 那经络血那么复杂十四条 我只要一条脊椎 那还有七处就能管到前身 这个我说原始点是做出来的 不是讲出来的 那我们不如还是一方面介绍 一条脊椎七处原始点在哪里 一方面也实作给大家看 那我也想找在场的 那我们还是来做 因为一条脊椎七处原始点 一般是我要先介绍一下 什么叫疾病 这些名项稍微点一下 医学要解决的就是疾病 那疾病包括的是什么 症状 中医几千年来为了要解决的 不外就是症状 没有那么复杂 那什么叫症 我把它做分类 症就是不适感 你哪里感觉不舒服的 那个叫症 比如疼痛 酸麻 痒 症状 闷 刺 晕 抽筋 肌肉跳动 灼热感 下坠感 等种种 都叫不适感 这系列 称为症 那还有介于症跟状之间的 还有一系列 比如流鼻涕 白带 耳流龙 这一系列 我们后面会介绍 这个我也先把它列入到症 那什么叫症呢 症就是组织的受损 比如破皮 流血 红肿 口疮 还有像化学流液灼伤 烫伤 还有各种皮肤病 还有甚至像怒疮 牛皮痫 这一类的 我们称为症的组织受损 那医学要解决的 不坏就是什么 症状 疾病 就是这样 疾病是抽象 那具体的就是症状 那原始点要解决的是什么 当然症状啊 但是按 能不能解决 症 不能 同样针灸也不能 比如说你破皮流血了 你有没有办法一针 皮肤的 那个伤口马上愈合 症的组织马上修复 那是不可能 所以一般解决的是叫症 也就是不适感 你哪里不疏 那一般症多属他处体伤 他处体伤就是 你不能在本处处理 一定要在别的地方处理 那这样才会有效 那原始点也是 它是避开患处的 不能再患处案 那一定从其他的开关 来解决他的症 好 那我们这样介绍一下 症多属他处了 当然也有本处的 但比较少 所以十个看有没有一个吧 也就是因为比例少 所以几乎十个出来 我九个是可以做出来的 那如果我做不出来了 别人按得出来吗 或是针灸针灸得出来吗 这一个有没有办法 如果他有办法 那就比我的开关大了 我就应该改写了 就是因为没有 我也很笃定的跟你们讲 也就是我按不出来的 别的人也没办法处理 那这个就是属于本处体伤 本处体伤的处理方式 一定要怎么样 内外热源才能解决 那个就是要靠温敷 等体力修复了 它自然就可以好 好 那我们就实作吧